学会饱和丸能调多种病 首先是各种脾胃问题 饱和丸的主要作用是消食导吃 所以多用于食物及吃 影响气肌流动导致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腹脏腹痛打嗝爱气 总感觉嘴里有股臭味的 二是大面不调食干食细 其实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脾胃运化方面出了问题 比如说脾胃饮食及吃后气肌不通 粪便在大肠内及吃 时间久了就会腹痛便秘 而脾胃气势必定影响水湿的运化 所以体内的水湿聚集太多 大便就会吸糖不成型 第三呢 失眠 中医讲胃不合则卧不安 有一种失眠就是吃的太多 导致饮食即逝形成的失眠 最后是弹湿困脾 体内有弹湿的人脾胃一般很虚 因为弹湿困脾胃没有办法正常运化 每天吃的食物和水 就好像河道里的水长期不流动 如果不加以疏通 就会进一步 加重淤堵 出现皮肤油腻 舌胎厚腻 头昏 老尘 腰腹 肥胖 等 不过要提醒大家 用药需要对症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时就医 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用药 不过要提醒大家